我祝福神的名字 在名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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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本经是从智认智瑞的真主降世的 天上地上 在新道者看来却有许多迹象 真主创造你们并散布各种动物 在坚信者看来 其中有许多迹象 昼夜的龙流 真主从雍中降下积阳 就见他而是以死的大地复活 以及改变分向 在能了解的人看来 此中有许多迹象 这些是真主的迹象 他本真理而对你叙述他 在真主的训辞和迹象之后 你们还要信什么训辞呢 哀在每个妄言的多罪者 他听见别人对他宣读 真主的迹象时 便自大而固执 好像没有听见似的 所以你应当以痛苦的刑法 向他报信 当他知道我的一点迹象的时候 就把他当笑柄 就得人将受凌辱的刑法 他们的身后 有火欲 他们所获得的 对于他们毫无疲异 他们舍真主 而以为保护神的 对于他们也毫无疲异 他们将受痛苦的刑法 这是正道 不信七主的迹象者 将受痛苦的疾行 真主为你们而制服海洋 以便传播分他的命令 而航行 以便你们寻求他的恩惠 以便你们感谢 他为你们而制服天地万物 对于能思维的民众 此中却有许多迹象 以对信道者说 要奢佑不怕真主的气韵的人们 以便真主因民众的善行 而赐予报仇 寻善者自受弃义 作恶者自受弃害 然后 你们要被招归于你们的主 我却也把天津智慧 预言赏赐以色列的后裔 并以加美的食品供给他们 却是他们超越各民族 我曾招视他们 关于此事的许多民政 他们在知识降临他们之后 才因互相嫉妒而争论 复活时 你的主必定判决 他们所争论的是非 然后 我使你遵循关于此事的常道 你应当遵守那常道 不要顺从无知者的私欲 他们必定不能为你 抵御真主的刑法一丝毫 不义者必定互相监护 真主是监护敬畏者的 这是世人的民政 也是对坚信了民众的引导和恩惠 难道作恶者以为 我会使他们和信道 而且行善者一样 而是他们的生死相等吗 他们的判断真恶劣 真主本真类而创造天地 以便每个人都因其行为而受报酬 他们将来不受亏望 你告诉我吧 以私欲为主宰的人 真主 是他明知故违的迷雾 而封闭他们的耳和心 在他们的眼上有一摩 真主是他迷雾之后 谁还能引导他呢 难道你们不觉悟吗 他们说 只有我们今世的生活 我们死的死 生的生 只有光影能使我们消灭 他们对于那事一无所知 他们专是猜测 有人对他们宣读 我的迹象的时候 他们只是借口说 你们把你们的祖先召唤回来吧 如果你们是说实话的 你说真主使你们生 然后使你们死 然后再毫无疑义的复活日 祭合你们 但世人大半不知道 天地的国权归真主所有 复活时来临之日 反对真理者将受亏损 你将来会看见 每一个民族都是屈膝的 每一个民族都要被招去 看自己的功过不 今日 你们将受自己行为的报酬 这是我立的功过不 他对于你们秉公作证 我却下令记录你们的行为 至于信道而却行善者 他们的主要使他们入于他的恩责中 那却是明显的成功 至于不信道者 我说 难道没有人对你们宣读我的迹象吗 但你们自大 你们原是犯罪的民众 有人说 真主的应许却是真实的 复活时是毫无意义的 你们就说 我们不知道复活是什么 我们只猜想 那或许是要发生的 但我们并不确信 他们所做的罪恶 将来要对他们显现 他们所嘲笑的刑罚 将来要来临他们 或者将对他们说 今日 我忽视你们 如你们以前忽视今日的相会一样 你们的归宿是火欲 你们绝没有冤住者 那是由于 你们把真主的迹象当作笑柄 城市的生活欺骗了你们的缘故 今日 他们不被放出火欲 也不得要恩 一切赞颂全规真主 主天的主 大地的主 全世界的主 天地间的伟大 只属于他 他是万能的 是智瑞的 我们下来的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